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7日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ALS节目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的周五的晚上了 所以今天已经过去了 同时它也标志着美国两党内部进行的一个政治斗争 就是如何再接下来给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失业人们发失业补贴 这个刺激方案谈判已经彻底谈崩了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国会两党还在谈判的 更具体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 就是说共和党这边跟美国国会的民主党那边谈判 是彻底谈崩了 现在呢,你如果看这个福克斯新闻的这个头版头条 还有这个CNN的头版头条都是 Stimulus Talks Collapse 就是关于这个经济刺激方案的这个谈判呢 彻底是谈崩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CNN的这个头版头条照片是谁呢 是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的南希佩洛西和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姆努钦 这两个人呢 说是没有达成一致 所以呢 美国政府的官员也就是说以这个姆努钦为首的这些政府官僚呢 白宫官僚已经正式的建议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这个用他的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继续给这个美国人民发这个事业补贴 而这个福克斯新闻 这个给出的这个画面的稍微多一些 在中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然后在左边的呢 是特朗普派出的这个白宫代表 就是这一周一直都在非常紧张的跟这个民主党人进行谈判的 最左边的是这个Chief of Staff 就是美国这个白宫的幕僚长是Mark Meadows 以前呢也是这个国会众议员之后呢 是特朗普是觉得他是个好哥们 就把他提拔成了这个白宫的幕僚长 这个呢就是财政部长姆努钦 跟他们两个谈判对手系的是谁呢 是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这个议长南希佩洛西是多数党的 而这个参议院呢 现在民主党是少数党 少数党的这个领袖 也就是说民主党的头是这个Chuck Schumer 纽约州的参议员 他们呢其实从上周五开始呢 就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 因为这个时间点呢非常这个tricky 大家要注意一下呢 因为美国从这个新冠疫情之后 不就是一直特朗普政府还有国会呢 都是竭尽全力的这个印钞票 然后呢给老百姓发钱 就是让这些失业老百姓不要这个情绪太愤怒 发了这个几万亿美元 但是呢这几万亿美元呢 是从上周五的时候就已经到期了 已经到期整整一个星期了 也就是说从上周五到期到现在 这周五呢 这一个星期 这些这个失业的人呢 就没法再拿政府的补助了 之前呢都是每周就可以拿这个 拿600美元的补助 这600美元的这个补助呢 还是挺多的呀 你起码可以让这个 基本上养活一家人 比较紧吧 也差不多可以养活一家人了 但是美国老百姓呢都不存钱 你一失业了 就靠这个政府补助 政府救济 政府救济也一停 那他就是真的没钱了 所以从这八月份开始呢 今天是七号 从上周五 也就是说八月 七月三十一号 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是最后一天发钱了 所以整个八月的第一个星期 其实都是很多租房子的人呢 需要交这个房租啊 还有是交一些这个 Bill 就是一些账单的时候 所以八月份是美国历史上 会是最多的人无法交起房租 就没法这个活下来了 所以也出现了很多各地的这个抢劫呀 然后这个盗窃什么 也是非常这个治安不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国会也赶到这个时候 就基本上休会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表啊 美国的这个众议院和参议院呢 八月份大家可以看 整个八月份 从上周五结束之后呢 这个整个这个house 就是说众议院 八月份都是不上班的 完全是这个 关闭的 而这个参议院的senate呢 它还好 它可以再工作一周 但是也就工作到今天 比这个众议院多工作一个星期 所以呢 在这个众议院已经 这个休息 参议院还在上班的这一个星期呢 美国的这个政府 特朗普 还有这个美国这个国会 这些人呢 也是进行了非常 就是竭尽全力的谈判嘛 双方想达成一致 就是说接下来这个 给老百姓发钱怎么发 其实从五月份的时候呢 众议院就已经给出了 这个一个这个新的方案 就是说三个tillion 三万亿 但是众议院通过之后呢 民主党把持众议院通过了 这个参议院是共和党把持的 所以共和党呢 就一直都不通过 共和党的这个领袖 共和党的Mitch McConnell 就是这个龟像 长相乌龟那人 他呢完全不把这个 放到台面上来讲 就是说根本就不投票 所以也是僵持到这个 上个月月底 最后一天上周五 没有钱了 这个时候开始着急了 一看这个国会 马上也要休会了 所以只有这一个星期时间 所以呢 特朗普也派出这个财政部长 还有这个白国幕僚长 整个过去一个星期呢 天天是闭门会议 跟这个 美国国会两党的 这个民主党头 这老头老太太 就是negotiate 谈判 就是说想达成一个妥协 接下来怎么 给老百姓发钱 但是呢 民主党呢 是这个 开价是三万亿 共和党呢 开价是一万亿 也就是说民主党 这个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啊 美国现在这个防疫斗争呢 完全是变成了两党的一个政治斗争 民主党呢 就是想这个 通过给老百姓发钱 自毁经济 特别是这个民主党人 当这个州长的这些州 他们呢 都希望 州长运用权力呢 尽可能把这个经济活动 关门 关到越晚越好 哪怕你关到今年总统大选之后 这样呢 经济就 这个数据会非常差 很多老百姓呢 就会失业 这样呢 就会激起老百姓 对特朗普的这个反感 从而呢 能够让他下台 但是这个 共和党呢 他们就想 尽可能的 就是 赶快让大家 提前开门 去上班 就是说疫情呢 大家需要这个 承担一下风险 就承担一下风险 不能给老百姓白发钱 因为现在如果白发钱的话 你很多老百姓 你就算去上班 一个小时 比如说十美元工资 你干一个月 你也拿不了这个 六百块钱 所以你上班 还不如这个 领这个失业救济 拿钱多 所以很多老百姓呢 他就 就不会上班了 能上班也不上班 所以共和党觉得这个 就会中了民主党的圈套 所以逼着呢 把这个价码压低 不给老百姓发那么多钱 让老百姓去上班 让经济变好了 让特朗普呢 能够连任 所以这个总统选举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呢 也使得美国国会两党呢 完全是进行一个政治斗争 而不是说完全用心防疫 或者说让这个老百姓呢 真正正正能够从这个疫情 这个冲击之下 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所以也是非常悲哀 一个呢 要价三亿 一个要价一亿 结果呢 从昨天开始呢 这个民主党做了让步 说我们下降低到两亿 两万亿 从三万亿降到两万亿 说你们也从一万亿往上提一点 但是呢 这个 共和党 就是白宫内部人呢 拒绝往上加 甚至共和党 这个国会内部的人呢 也对于出钱出多少呢 也有不一致 甚至有更保守的这个 共和党议员认为呢 就不应该再出钱了 那个就应该完全是不发补助了 但是特朗普肯定没法接受 不发补助 怕这个再次激化民怨 所以到今天为止呢 两党仍然没有达成一致 接下来呢 我们也看到 国会整个8月份全都休会了 也不会就这个谈判 继续谈下去了 所以呢 这个 白宫的 这个官员 包括这个库德洛呀 还有参加这次谈判的 这个幕僚总长 还有姆努钦 美国财长已经正式的 告诉了特朗普 就是谈判破裂了 没法再就这个 这个给老百姓发钱 达成一致了 所以就没有钱发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就只能让这个特朗普 这个再次签发 这个行政命令了 我们也知道呢 特朗普很多事情呢 完全是无法 这个跟国会达成妥协 所以只能呢 是通过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 昨天的刚用 行政命令 想在45天之后 进这个抖音和微信 而很可能呢 这个周末 明天他就会又签一个 这个行政命令 就是给老百姓继续发钱 那发多少 怎么发 这个呢 就是看特朗普 具体如何宣布了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他一千万 这个行政命令呢 马上呢 就会有这民主党 把他告上法庭 认为他这个行政命令 是违宪的 所以具体能不能执行 会不会有法官 再把这个特朗普的行政命令 给这个block住 让他暂停呢 这些一切都维持 但是有一件事情 就知道的 美国老百姓呢 真的是受苦了 已经完全成为了 这个政治斗争的一个牺牲品 不但呢 是疫情 让他们这个安全 受到很大的冲击 健康 受到很大的冲击 而且呢 在经济上 这个失业了 没有钱 生活下去 也只能是 没法再接受 这个补助了 所以他们的日子 也非常难过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 这么多 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订阅我频道 我们下视频再见